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可能与小米MIX2S同台发布 高通QC4.0 4.0加快充名单公布 仅有雷蛇手机在其上 Nubia Z17号称支持QC4.0加 不知为何没在名单上 还没报道 中国顺与光学为三星S9提供了光学零件 这也是三星手机第一次采用中国内地厂商供应的光学零件 华为终端近日进行人事调整 消费者业务CMO张晓云任命为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品牌官 主要负责华为终端产品的全球品牌推广工作 彭博社报道 苹果公司正在自行设计并生产设备显示屏 试图摆脱三星 而老杨早在去年就说了这条新闻 苹果为了制衡三星已经将技术与LG京东方共享 并与台湾产业链全力研发MicroLED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OPPO正式公布了R15 该机配备联发科P60处理器 6.28英寸19比9甜面屏 6加128G内存组合 前置2000万 后置1600万加500万像素双摄像头 电池3450毫安时 梦境版背面采用渐变3D玻璃设计 骁龙660处理器 后置1600万加2000万像素双摄像头 首发索尼IMX519 电池3400毫安时 其他配置与普通版相同 下月1号开售 普通版2999元 梦境版3299元起售 而今天VivoRX21也发布了 您更看好哪一步呢 欢迎订阅或微信搜索VZOO 来投票互动留言上墙 昨天发起的关于 现阶段手机上4K屏 真的有必要吗的投票中 有42%表示没必要 既见有拉风 每天一分钟 9分钟 Weather 3分钟 3分钟 3分钟